各位同学,大家好。 人类自从发现艾滋病至今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 40多年,这对于某个生物个体的生命来说也许是漫长的, 但是对某种生物的认识和研究来说却是短暂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多年一起来,去回顾艾滋病发泄的历史。 1980年的10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年轻的一位医生, 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这是一个30岁的高大帅气的男模, 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因为不明原因的高烧和体重减轻而入院。 检查发现,这个病人他的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糟糕, 就好像刚经历了一个疗程残酷化疗的癌症患者, 但是他并没有罗患任何的癌症,也没有接受化疗, 因为无法确诊病因,五天后这个病人就出院了, 但是过了一周,他又因为高烧而重回医院, 这一次呀,他是因为罗患了卡式肺包子菌肺炎而入院。 这种肺炎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肺炎, 一般来说,只会出现在少数器官移植者, 或者就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 医生和他的同事讨论了这个案件, 有人告诉他,他们也有类似的病人, 而且都是年轻健康的同性恋男子。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情况上报了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 罕见的卡式肺包子菌肺炎, 可以说是来自于艾滋病的最早的警告。 随后,洛杉矶的医生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病例。 几乎与此同时,纽约大学医学的教授向CDC报告了另外一种 在同性恋人群当中突然爆发的极为罕见的疾病, 卡包肌肉瘤。 因为这些患者都是性生活活跃的男性同性恋患者, 所以这个疾病也被称之为Gay Cancer。 卡包肌肉瘤的发生与免疫抑制或者是免疫缺陷明显相关。 那么,为什么这些正当壮年的人们会发生如此的不幸呢? 在对该病还没有很多的认识之前, 人们一度以为该病只能够通过同性恋人群的性行为来进行传播, 还把它命名为男童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针。 但是,不久科学家们又发现, 一些血有病的患者, 那么他们由于输注了凝血因子, 也会出现类似的疾病。 这证明该病是可以通过血液来进行传播的。 因为在凝血因子的生产过程当中, 血液要经过严格的过滤处理, 所以在成品当中已经完全的除去了细菌和其他的病原微生物, 而唯一能够通过这些滤过屏障的只有病毒。 这就肯定了所谓男童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针, 只能够是由病毒引起。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这种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直接的性行为来进行传播。 但是,男童性恋,性生活活跃, 仍然是这个疾病的高危因素。 所以,在1982年,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把这个未知病原的疾病, 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艾滋病。 1983年的5月,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肿瘤研究专家, 蒙塔尼博士和他的女同事佛朗索喀斯·巴尔·西诺西, 他们从同性恋的人群当中, 卡什费包子菌感染者的血浆当中, 分离到了一种全新的逆转路病毒。 在电子血维镜下面, 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导致艾滋病的征讯。 1986年的5月,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确认了两位科学家的也就成果, 并且把这个病毒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HIV。 这两位科学家也就因为对艾滋病的突出贡献, 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是迄今为止, 艾滋病的起源之谜仍然尚未完全解开。 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 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 因为科学家从黑猩猩的体内分离到了SIV病毒。 SIV病毒是猴免疫缺陷病毒, 而HIV病毒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SIV和HIV同为灵长类的免疫缺陷病毒, 而且基因非常的相似。 所以,科学家们认为是SIV病毒变异了以后, 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的身上。 通过近40年的时间, 人类对从一种疾病一无所知, 到目前能够使用药物来进行控制。 这无疑是懈怠医学技术对人类健康的不朽的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人类距离完全控制, 甚至消灭艾滋病, 也许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好,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